趕快來檢測一下 你跟家人的血管健不健康 有四個方法 是 那其實我們 那個血管的問題 其實還滿多的 那這些病人可能會出現在 我們血液科 也會出現在血管科 心臟內科 外科都有可能 那其實我們可以有幾個 簡單的方法來看一下 我們血管健不健康 那第一個是看動脈 那周邊動脈其實很容易摸得到 當然我們知道 手腕這個腕動脈是可以摸得到的 但是這個是比較近端的 那比較遠的 其實我們是看這個足背動脈 那足背動脈是在什麼地方 在腳掌的這個上面 正上方 大概在這個地方 兩個腳 兩個腳這邊都可以摸得到 然後稍微可以移動一下位置 可以看到脈搏跳動的強與弱 那當然如果我們有摸到脈搏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腳趾的顏色 如果還是滿紅潤的 那基本上血流就沒有問題 會摸不到脈搏嗎 會喔 基本上如果有些糖尿病的血管病變 它比較晚期的 它可能末遭都是很冰冷的 很冰冷的 然後這個脈搏很弱 那我們常常在摸 你就會知道什麼樣叫做強 什麼樣叫做弱 那你自己如果常常摸 你大概也會知道那種感覺 血管的硬度 所以這其實是可以看 動脈的部分血流好不好 那另外像手的話 那看靜脈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手背 腿部 腳背 是否有這些青筋暴露 大家可以看看 像我的手 你看我的手血管 其實都是有的 在位置比較低的地方 它就會越來越脹 等一下青筋暴露代表 好還不好啊 那是一個循環的一個表現 那通常我們靜脈的回流 它不是有一個壓力 它是靠靜脈壓 那靜脈壓有的時候 我們肌肉收縮的時候 會把靜脈往上往上推 那因為靜脈裡面有靜脈半 它往上去它就不會逆流 所以我們藉由肌肉收縮 慢慢把血液讓回流 所以我們是讓大家 如果是大家有常常在運動的話 這基本上循環都會比較好 反而不運動的話 整天像我們坐飛機坐很久 腳放在下面 那就很容易會有 靜脈血管阻塞的問題 來康醫師 這個要怎麼觀察 就是這個部分 通常這個有一個所謂良性 我們就多用 良性的時候 我如果舉重 像我以前在練 伏地挺身 舉重 我會把這個地方弄得輕輕暴露 你看很多健美選手舉重 他就會把這個手 弄到輕輕暴露 所以如果是女生愛漂亮的話 就不能去舉重 舉久以後就會輕輕暴露 但是有些人 他是屬於血流不好 變成說血液會在周邊 激著很多 所以手比較少 因為手隨便舉就過心了 可是如果你常常 像我以前就伏地挺身 都這樣在做 做久以後 你看手一垂下去 輕輕輕暴露 很難看 這個不能 還好沒有要嫁人 這樣人的輕包都不好看 腳也是一樣 所以我都穿彈性襪 你看我真的都穿彈性襪 因為不穿彈性襪 腳也是這樣真的很難看 所以這個是輕輕 就血液回流不好 那有一部分是 也就是說如果你不是特別 做一些重的動作 而輕輕很多的話 是要注意的 那就是他的靜脈瓣壞了 就像剛才吳醫師講 裡面的靜脈瓣 他有個管制的單行道 回來血壞了 但是腳是更嚴重 那這個動脈 我們再補充一下 這個竹背動脈 如果摸不到的話 還有一個靜後動脈 在這個內側的地方 還有一個靜後動脈 反正你觀察到這個腳 看起來顏色就看起來 暗暗的 冷冷的 白白的 甚至會痛 那這時候你就要知道 你的血管一定是不好的 好 那握拳這個呢 握拳這是跟你的 我們常常講說 握拳以後 它回流的速度是不是很快 紅馬上變 馬上能夠紅回來 因為你壓縮以後 血管被你壓扁了 它有沒有彈性 能夠馬上變回來 紅白能夠馬上變 如果你的壓縮以後 我們常常在做 心導管的時候 也是做血流壓迫的測試 就是給它壓迫以後 然後放掉一邊以後 看它血流會回來 馬上變紅 我們本來握緊緊的 剛打開是白的 你要等著它 看幾秒會紅回來 越快越好 越快好就越好 那有人經常性的 頭痛的時候 這時候頭痛是 其實有時候是屬於 血管性頭痛 你會發現血管不健康 不管塞在哪一段 都會痛 不痛則痛 陳理事長最知道 不痛則痛 痛則不痛 所以這個東西 就會讓你大腦缺氧 會發生 所以腳上 手上都是可以觀察的 如果有什麼狀況的話 去做進一步的檢查 那一關老師 我們平常的保健 好 那我們今天 教的這個功法 還有可以讓血管 恢復彈性 太好了 因為跟心包筋有關 那這邊有一個穴道 叫內關穴 就我們剛剛教的 那我們在氣功裡面 它還有一個外觀 就是在外側 然後我們今天 先來學這個動作 把我的內關 外關重疊 也就是手腕這個部位 然後往內轉 全部要在這個地方轉 然後在什麼位置 考一下大家 你剛才有沒有認真 聽我們的節目 剛才我們陳醫師 有特別講 這裡叫做 胸口的什麼 彈充屑 有講 好 我轉了三圈之後 為什麼我轉了就會卡住 為什麼 為什麼樹青手會卡住 其實這個都是關節筋骨 開始沒有那麼順暢 樹青看這裡 所以你就慢慢做 慢慢做 轉了三圈之後 左腳往前 然後把我的手 那個不是你的手 整個向上抬 那中醫師就很清楚 其實這個時候 心包筋跟心筋 整個就伸展 所以你看從生理學上 我的血管整個向上伸 然後這個時候再多一個 大雁的燦掌 就只要做這樣子 三秒鐘 再回來 腳收回 然後再轉三圈 好 那請問 左邊用完了要換哪邊 右邊 我們這一班實在是太聰明了 這樣很聰明 太好了 老師好好啊 接著就不是往上了 右腳往前的時候 手就要向後 因為左為陽 陽要上身 右為陰 陰要向下 所以這樣 燦掌 也三秒鐘之後 我就回來 再轉 這個動作對於 常常會胸悶 你感覺有點會頭痛 就全身就是會有腫脹 特別是下班會腫脹 這個功法在練 效果就非常好 左腳踏出去的時候 手是往上的 做一個燦掌 這是大燕的燦掌 然後停下來回來 再轉內關穴 加彈中穴 轉三次之後 再向後方 然後再次右腳 手在後方 我們現在大家都有做了一下下 對不對 雖然你們沒有站起來 現在你回來 你有沒有發現你的手立刻是脹的 會有麻麻 有一點有一點的感覺 這個代表什麼 血液循環已經到末端 然後抬起來 血上不去對不對 它就回到我們的身體 它就會有一個大循環 活血化瘀 來 我們做到底 觀眾朋友一起做 來 手 跟著老師 轉一圈 是 轉兩圈 轉三圈 左腳往前 然後要抬胸 把腋下都打開來 燦掌 任何人 喜歡健二零零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